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凭奶镖走向国际 外国网友用ETS形容他的专属奶镖 王一博的奶镖登上热搜 因为他凭借奶镖走向了国际 火到了国外 粉丝看到后纷纷笑出声表示 要是王一博看到这热搜 一定是鼓着脸 愣愣地看着热搜词 然后两眼一黑,有些气 说起王一博的奶镖 就得说说他从小到大了 小时候的他脸颊鼓鼓 那是所有小朋友都有的鼓脸颊 一直都被叫婴儿肥 但是这一点会随着慢慢长大 而便没有 但貌似王一博小朋友 并没有这个经历 相反,到了24岁了 还有奶镖 但如今他的奶镖 不仔细看 或者不是在他喝水 吃东西 跳舞时 就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每到他吃东西时 他的脸颊就会更像仓鼠的脸颊 十分能晒东西 并且鼓起来的样子 着实可爱 为此 不少粉丝很喜欢看 王一博吃东西时候的模样 甚至在跳舞时 尤其是需要跳大动作的舞蹈时 王一博脸颊上的奶镖 就会一颤一颤的 发出十分有规律的颤抖 想来如果王一博的奶镖会说话 一定会在王一博跳舞时 问 咋了咋了 当然 王一博的奶镖 不仅受国内的粉丝喜欢 如今更是直接走出国门 火到了国外 为此 外国网友还给王一博的奶镖 起了个名字 用EKIS来形容他的脸颊 为了王一博的奶镖 海外的推特还有了科普 形容王一博专属的奶镖 脸颊肉EKIS YIBUS CHEKS 并且筒里还有他鼻子 眼睛 嘴唇 手都有了专属的形容 不知道看到这些的王一博 会不会用疑惑的大眼睛 看着这些 然后 嘴里还在小声地嘟囔着我 明明是酷盖这句话 虽然 如今王一博开始转型 演正剧 演电影 从奶酷的小男生的角色 变成了硬汉的角色 腹黑 阴暗 耍心机 但是脱离剧情后 看王一博 还是会让大家觉得 他还是当年那个奶奶的 酷酷的小男孩 他已经24岁了 但却是很多粉丝 看着长大的 毕竟当初他小伙时 还是各上节目 身边的哥哥们 大口地喝啤酒 而他只能坐在一旁 蹲蹲蹲喝着奶茶 看着手里的奶茶杯发呆 心里想着 自己几时也能喝酒的小男生 那个时期的王一博 因为颜值被一众姐姐粉丝 成为白牡丹 虽然白牡丹时 在王一博眼里是黑历史 但是在粉丝眼中 确实最惊艳的时期 因为白牡丹时期的王一博 有着小男生的秀美 腼腆 还有着大男孩的担当和气质 所以那个时期的他 确实很招粉丝喜欢 相反 被王一博认为最好的红孩 却被粉丝认为是黑历史 甚至就连粉丝去探班看他时 粉丝举着他非常帅气的照片 却被本人认为像猴子 可能是一个道理 粉丝和王一博的眼光不同 如今的王一博和他的奶镖 真的是各伙各的 王一博是王一博 奶镖是奶镖 火得互不干扰 当然 对于这样又酷又奶的王一博 谁能做到不喜欢呢 如今王一博正在拍戏阶段 没有过多的消息 而他积压的作品也有几部 想必到时候播出时 一定会又带起一阵风波和舆论 毕竟外界对于他的演技 颇有微词 不过他也以肉眼可见的程度 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成长 不过 因为不当主持人了 真的曝光度减少了很多 要是接下来新剧还不能上映 不知道他还得神引到几时 毕竟粉丝真的想一直看到新鲜的一博呀 不知道这次 王一博在剧组有没有断望 能不能看到自己凭着奶镖走向了国际 用了专属名词这件事呢